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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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要是再敢挨着我 我就把你身上的肉一口一口地咬下来 你真的这么恨我吗 我恨不得渗吐了你的肉 看来是我错了 我不应该把你当作是三年前的你 可现在我也受了伤 可现在我也受了伤 你总不至于叫我睡地上吧 床这么大 我不爱着你 我离你 远远的 行不行 想大少爷 你别用这种可怜巴巴的语气跟我说吗 真可笑 这是你的家 我只不过是你的俘虏 对 你是我的俘虏 但我也是你的俘虏 我们彼此 都逃不掉的 向浩宇 是可杀不可辱 你要再用这种轻薄调笑的语气跟我说 我就一刀碰死在你面前 你信不信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夫 她怎么样了 大少爷 能否让老朽看看这位姑娘的头部 你要看看她的头部 没错 从脉象上看 这位姑娘的身体除了略有虚微 心火太旺之外 并无大碍 但听大少爷所言症状 这位姑娘言行又如此的不合情理 我怀疑这位姑娘的头部 可能曾经受过严重的创伤 不用看了 我是受过伤 三年前 我从百花岭上跳下去 昏迷了几个月才醒过来 什么 你从百花岭上跳下去 昏迷了几个月 别在这儿猛过耗子 逼我跳崖的人就是你 你说什么呀 我逼你跳崖 想好语 你最好马上杀了我 否则我一定会把你给杀了 是 姑娘 你跳崖之后昏睡了几个月 那醒来以后 是否把过去的一切都给忘了 是 既然你把过去的一切都忘了 那你怎么记得 是我逼你跳崖的 因为 若要人不知 除非吉莫非 大少爷 看来情况已经很明了了 大少奶奶曾经坠崖 摔伤了脑部 她从前的记忆都丧失殆尽 她现在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 都是在她失忆后被人刻意灌输的 这我能看得出来 那她还能恢复以前的记忆吗 情恕老朽无能 这种病 无法医治 如果 过去的记忆不复存在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 她也记不起过去的情感 当然 不 不可以 她不可以忘记我们过去的感情 她不可以忘记我的 她不可以忘记我的 这思念之苦 恩爱之乐也是记忆 之所以爱 无非是那个人曾经给她逾越 如今她过去的那些逾越都不存在了 那就没有爱了 不愿意 如果我能让她 充实那些美好和愉悦了 如果大少奶奶刚刚失忆的时候 这方法还能有效 那时她的脑子就像一匹白布 不愿意 想要染成什么样的颜色 都比较容易 但复兴的事 机会错过了 她已经被染成其他颜色 大少爷 需要将白布洗干净重染 那实在是太匪衷张了 也许永远都洗不干净 这么说 她是不可能变为以前的样子 也不可能重现爱上我了 一切极有定数 凡事莫过强求 好了 不用说了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 我就不会放弃 既然如此 老朽多说无意 告辞 加谛 代表王 读…… tej 是 你知道吗 川岭雷 二少爷平时不是最讨厌吃鱼的嘛 你问这么多做什么 他想吃你就给他做嘛 好 做安府上两个刺客都没有抓住 我怀疑 是不是跟那个女刺客是一伙的 有一个不是受伤了吗 怎么会让他们跑了呢 说来也奇怪 你说那个刺客像长了翅膀一样 它飞了 我们怎么找也找不着 我怀疑 你怀疑什么 快说呀 小的不敢 你的意思是 我们府上有他们的内应 这仅仅是我的猜测 否则那受伤的刺客 绝对是跑不出去的呀 那这么说 刺客根本没有逃走 还在我们府上 是吧 妹妹 姐姐说的有道理 那夫人的意思是 夫人的意思不就是说 这个刺客说不定 还在府里的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仔细找啊 是啊 又倒是山多出杂木 我们乡家院子大树林多 什么鸟藏不下呢 我明白了 我再去清查清查 回来再做禀报 另外 你再好好查查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都有谁到药房去领过商药 是 娘 浩泽 去准备点吃的 我饿了 是 夫人 快 干吗呀 过来 什么事 这 你老实说到底怎么回事 坐下 说 我早上不小心把手划伤了 放屁 到这个时候你还骗我 我问你 昨天晚上的刺客 是不是在你房里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这个夫妻的阿斗 竟抓了狮子往自己头上摆 这 这 我有什么办法呀 那个刺 那个刺客是龚少华 我要不把他藏起来 他在大哥面前 肯定给我咬出来 这可怎么办 夫人已经怀疑刺客 被人藏起来了 刚才还命令管家 要进行全府大搜查 一定要把刺客抓出来 那 那娘 你快点想想办法呀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现在知道怕了 这真的假的 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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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给我弄成真的 娘 你给我记着 如果夫人问起来 你就说瘟疫疑问蓝人 这个是跟你闹别扭 不小心动伤的 记住没有 动手啊 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儿子 快动手啊 快 娘 真很疼啊 疼疼疼疼 疼疼疼 不疼你能记住教训吗 娘 那现在宫上华还在我房里藏着呢 怎么办 大白天能怎么办 咱们在屋里聊聊天 那些下人 不敢在这儿屋里搜的 有什么事晚上再说吧 那我回去吧 瘟疫还不知道搜府呢 好 谁啊 二太太 是我 进来吧 二太太 二少爷 大少爷请你们到大厅去 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 请 早就听说 公少爷隐隐商会 和我们乡家作对 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只是没想到 这么年轻 我和你们 香大少爷 是同年同月生的 那 也和我们大少爷一样属虎 没错 俗话说 一山难融二虎 正因为我和香浩宇 都是属虎的 就注定两虎相争 不咬死对方 是不会罢休的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为什么而争斗 只是 你们争斗也好 携手也罢 可不可以求你高抬贵手 不要拿浩泽去当垫背的 不咬死对方 二少奶奶这话就不对了 二少爷怎么会是垫背的呢 他可是坐山观火斗的便乡子 公少爷 得饶人处且饶人 二少奶奶 不好 有人来了 二少奶奶在房间吗 二少奶奶 进来 门没锁 二少奶奶 大少爷召集全府的人到大厅去 说是有重要的事宣布 请二少奶奶移步 昨天晚上闹刺客 我受了点惊吓 有点不舒服 如果大少爷有什么要紧事 回头我问二少爷就好了 好的 二少奶奶 奥羽啊 你的伤还没有痊愈呢 什么事情这么急 把大家都叫来了 昊羽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 娘 儿子不孝 这么多年来 让你操心了 不 昊羽 娘一直以你为荣 我现在要做一件 对娘来说 可能是很荒唐的事情 可我如今心意已决 希望娘 一定要答应我 昊羽 好 都等你伤好了以后 慢慢说 我们娘儿俩 还有什么不能坐下来 好好聊的 快起来 不 娘要是不答应我的话 我就不起来 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从来不这样求娘的 娘怎么会不答应你呢 答应你 快起来 谢娘成全 当心 今天我叫你们过来 是要宣布一件事 昨天行刺我的那个女刺客 并不是外人 而是你们都以为 三年前就已经死了的 大少奶奶 你说的 是真的 女娘 是宇宁 浩宇 那女刺客真的是宇宁 是 那 那她为什么要刺杀你啊 因为有人利用她 骗她说我是灭她苏家 满门的凶手 这种鬼话她也信哪 因为她现在 已经不是以前的羽宁了 三年前 她逃过了灭门惨祸 但是全氏族 掉下了悬崖 受了重伤 昏迷了好几个月 当醒来的时候 又不幸失忆 她现在关于过去的记忆 都是事后 有人刻意灌输给她的 那这个人是谁呢 不知道 她现在关于过去的记忆 还在查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既然允宁还没有死 那她依然 还是我香浩宇的妻子 乡家的大少奶奶 不 浩宇 这样做不可以的 你置允宁姑娘于何地啊 我跟允宁还没有拜她 既然允宁已经回来了 那这门亲事灯 不 不行 孩子 这事这样不妥 雨昕姑娘虽然没有跟你拜堂 可是她的花轿 毕竟已经抬进我们相架了呀 如果这事就这么黄了 那 那你叫她以后怎么嫁人哪 怎么嫁人啊 我绝对不能做对不起于您的事 雨昕 雨昕 你叫娘答应的就是这个 是 可是你知道 雨昕这三年是在哪儿度过的 都和什么人在一起 你能保证她以后不再刺杀你了吗 虽然我对雨昕这三年的经历并不了解 但是我一定不能错过她 哪怕 她再刺杀我 我也不会放手的 昊宇啊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我已经调查过了 那些闹事的人 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 一定是有人雇他们来的 你还要刺杀我 我相信 肯定有人在背后 操纵一个大阴谋 是针对我们乡家的 你还担心的是 虽然于宁现在 什么都不肯说 但是我也能猜到 她的变化这么大 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的结果 昊宇啊 玉宁她现在已经恨你恨到要刺杀你了 你还要她 要 你决定了 是 刚才娘 也答应我了 我刚才不知道你说的是这个事情啊 孩子 娘 你也应该知道 玉宁对我来说 比我的生命还重要 我以为她死了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可是现在 她又回来了 我一定要跟她重新开始 求娘成全 好 你翅膀硬了 你说话算数 你都已经说成这样了 我还能不同意吗 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夫人消消气 你们听着 夫人已经允许大少奶奶回府了 以后全府上下 谁也不能在背后嚼舌头 是 大少爷 请大少爷放心 我一定约束好下人 不会委屈了大少奶奶 还有 以后见到大少奶奶 只能叫苏姑娘 不能叫大少奶奶 知道吗 这又是为什么呀 因为现在 我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 就算我跟她说什么 她也不会相信我 儿子 你这是何苦呢 你为一个恨你恨到骨子里的女人 你何必这样苦自己啊 娘 你就依着我吧 我要让她忘记别人 给她安排的过去 重新再爱上我 心甘情愿地再嫁给我 只有这样 我跟芸宁才会幸福的 好 好 芸汐小姐 你是不是早就猜到了 那个刺客 其实就是大少奶奶 不 我只是有一种很奇怪的预感 我太了解昊宇 了解她对姐姐的爱 她不会无缘无故 对个女刺客这么关心爱我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人 居然真的会是姐姐 是啊 谁能想到呢 大少奶奶以前那么爱大少爷 现在 她居然拿着刀来行刺大少爷 香草 我的心现在非常乱 姐姐还活着 我很高兴 可是这样一来 我的梦就破碎了 大少爷也不是有意要辜负你的 可是 谁能想得到呢 大少奶奶突然就活过来了 我从来不敢奢却昊宇会娶我 我从来不敢奢却昊宇会娶我 我只想默默守着她 为她排忧解难 为她天衣喝暖 原意为此生 不过就这样了 可是 昊宇却突如其来地带给我希望 然后已转眼 又将这希望打碎了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和姐姐 不过就是她的 赶紧 她的 她的 我真的不想对她 我会做她的事 我们不想对她的事 对她的事 她是 对她的事 我都不会想对她的事 不想对她的事 也不想对她的事 不要 她也不想对她的事 怎么办 下去吧 是 雨昕 对不起 昊玉 姐夫 什么都别说了 没有谁对不起谁 你本来就是姐姐的 现在她回来了 你当然应该跟她在一起 谢谢你这么大度 可以原谅我 现在回想起来 那天在月华庵里见到的那个人 应该就是姐姐了 只可惜我们就这么阴差阳错的错过了 姐夫 你应该高兴才对 姐姐能够平安归来 以前的事 咱们就当不曾发生过吧 对了 姐姐的伤怎么样了 我想去看看她 她的伤没什么大碍 可是她现在的状态 我知道 她对你 有很多很深的误会 我希望你能够平安归 我希望你不要急着跟她说过去的事情 特别是我跟她的过去 为什么 因为她的脑子里 已经有一个别人花了三年时间 灌输给她的过去 如果我们现在 再跟她说另外一个过去的话 她不可能会相信我 这 看来与您出现的时间 是有人刻意安排的 不早不晚 刚好赶在我们 如果现在我就跟她说 我不是她的仇人 我是她丈夫 我一直爱着她 她会相信吗 但是实是无法改变的 更何况我是她亲妹妹 她迟早会相信我们的 可我要的 不仅是相信 她失忆了 有人跟她说 我是她的仇人 她相信了 所以她被动地去恨我 我们现在跟她说 我是她丈夫 她应该爱我 她要被动地去爱我 这样的爱与恨 都不是真的 都很容易被改变 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她对你的恨会变的 那是因为别人 灌输给她的不是真相 那恨本来就是莫须有的 但我们说的是事实 她一旦相信 就不会改变 如果我现在就跟她说 我不是她仇人 我是她丈夫 她本来是很爱我的 所以她现在 也应该爱我 可这还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这种爱 跟过去的那种 出于本能 发自肺腑的爱 是不一样的 你明白吗 我怎么能够不明白呢 这就像当初你决定要娶我的道理一样 虽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你都觉得自己应该要娶我 但其实并非发自内心地想要跟我在一起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 芸汐 谢谢你这么理解我 我不是理解你这个人 而是理解你对我姐姐的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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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玉璽 这是怎么回事 苏小姐一醒来 就闹着要杀大少爷 大少爷怕他 争裂了伤口 就 玉璽 姐姐 我知道 这三年来 你一定受了很多苦 可是我求你 大姨妹妹一件事情 先不要急着杀 杀好玉 姐姐 你先好好地把伤养好 报仇的事 咱们再从长几夜 玉璽 我的好妹 老师 苏家现在已经是家破人亡 姐姐答应你 什么都答应你 现在苏家只剩下我们两个相依没命 姐姐说什么都不会把你一个人 孤零零零地丢在这个世上 我们才也不分开 好不好 好 姐姐 来 先把药喝了 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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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 其实这也不能全都怪她 是我先动手打了她 她就气急了 拿着剪刀要自残 我就上去抢 结果不小心 就给戳伤了 你看看你 这都怪浩泽做得不好 像当初他娶瘟疫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正儿八经 把人家当老婆 后来还在外面找兰儿 你说人家瘟疫 心里能过得去吗 尔不叫娘之过 浩泽这样 你也是有责任的 别怪人家瘟疫了 妹妹知道错了 你们把大门小门 都给我守好了 然后再把福利府外 仔细地给我搜一搜 一定要把刺客 给我找出来 快 你们去那边 怎么了 快起来吧 夫人知道你还在府上 正命令管家 带着阳相队的人来搜府呢 你慌什么呢 你是乡家堂堂的二嫂奶奶 谁敢搜你的房 这次不一样了 夫人都说了 每个地方都不能放过 你快点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怎么办啊 二少奶奶 刺客没搜着 你的房间我们也得看一看 哦 门没锁 你先来看吧 二少奶奶 刺客还没搜到 你的房间我们也得看一下 我有点不舒服 在休息 你们要搜就随便吧 只是 小心二少爷的古董 是 搜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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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了二少奶奶 我们再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走 谢了 二少奶奶 你先来 雨夕 你听我说 你千万不能嫁给那个湘昊玉 她是我们苏家的大仇人 是姐姐不好 自己的脑子受了伤 居然连你都忘记了 才留你在湘家 受她猛骗 幸好我及时赶到 没让你住成大错 往后千万不能再这么 执迷不悟了 知道吗 姐姐 你为什么要说 浩玉 是咱们苏家的仇人呢 咱们苏家出世以后 我无家可贵 是夫人收留了我 这三年来 夫人待我 就如同亲手女儿一样 浩玉 也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我 雨昕 他们那是做贼心虚 居心不良啊 你知道吗 杀了我们的爹娘 烧了苏家 灭了苏家满门的人 就是她湘浩玉啊 姐姐 苏家的灭门案 一直是个悬案 警察调查了三年 也没有任何线索 你凭什么认定 幕后凶手就是湘浩玉啊 你受伤 失忆了 又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是谁告诉你的 是湘浩玉 叫你来打探消息的 对不对 她现在就在门外边偷听 是不是 湘浩玉 明人不作暗示 你要听篇进来听 别在那躲躲藏藏的 是 玉妮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想弄明白 你那些荒唐的想法 到底是谁灌输给你的 你别白费心机了 我是不会告诉你的 姐姐 你总说 我被昊宇利用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才有可能 是被人利用了 那个告诉你所谓过去的人 才是在利用你 不可能 他不会利用我骗我的 你说的那个他 到底是谁啊 玉璽 我不会出卖那个人 你要相信我 不要相信这个人 相昊与他作恶多端 他不仅杀了我们全家 连我的救命恩人他都不放过 一年多前 他把我的恩人都给杀害了 还烧了他们家 你知道吗 你所说的救命恩人 是不是百花岭上 采药的石头母子 没错 是我亲眼所见 他把石头母子给杀害了 还放火烧了他们家 杀人放火 毁尸灭迹 这都是他惯用的伎俩 你亲眼所见 你亲眼看见 昊羽下的手 是我亲眼目睹的 我看着他带着手下 从石头家下来 等我赶到的时候 石头家都已经化为灰烬了 那你说 不是他还能有谁 不是的 姐姐 看来我们一直都在 别人的算计之中 若说算计 谁比得过你相好 你杀了我们家几十口人 还把我妹妹骗得 对你死心塌地的 你的算计不可谓不夺 要不是我后出命去阻止 他现在都已经嫁给你 这个大仇人 铸成终身大恨了 你那天应该不是一个人 去百花岭的吧 你又是怎么知道 我要去杀他们母子的 还有 告诉你这个消息 和带你去的那个人 难道就没有嫌疑了吗 当然没有了 他一直都跟我在一起 怎么可能分身去杀人 而且 他是个大好人 至少在这儿挑拨 你的那个他 是个男人 你爱他 不错 我爱他 我非常非常地爱他 为了他 我既是赴汤蹈火 也都是心甘情愿 所以你死了这条心吧 我是绝对不会宠败他的 你怎么可以爱他 他是谁 他到底是谁 你告诉我他是谁 为什么不能爱他 你凭什么这样去问我 昊云 昊云 他 姐夫 姐夫 你别这样 你身上的伤口才刚开始愈合 我以为他就是误会了什么 才那么坚持 没想到他居然爱上了别人 姐夫 你不要太伤心了 你知道他失忆了 你不能拿三年前的他 去比现在的他呀 就算八帝三尺 我也要找出 在背后操纵他的那个男人来 那个人 一定就是灭了我们苏家满门的真正凶手 会不会是龚绍华 本来我也怀疑他 但是我仔细一想 你应该不可能是他 龚绍华这么爱你姐姐 如果这三年 玉宁真的在他身边的话 他又失去了记忆 已经完全忘了我 现在也有这么爱他 他怎么可能舍得让你姐姐 回到我身边 这个人会是谁呢 他当时又是怎么知道 我们要去石头家 故意带我姐姐上百花岭 好嫁祸给你的呢 一定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 那这个给凶手通风报信的人 又会是谁呢 难道是他 不可能 他是我亲弟弟 怎么可能 你是怀疑 浩泽 我真是想说 他把我带你去 那些人的这些人 你自己来带你 你不想想 哪些人 你不想想想想想 而当天送你姐姐回家的 也是浩泽 也许这些都是巧合呢 浩泽虽然行为不对 可他心地并不坏 你说得没错 可能是我多心了 感谢观看